好 我們講說東西轉動是因為受到力矩 那力矩到底 然後力矩會跟所謂的力量有關 會跟角度有關 會跟距離有關 那到底力矩要怎麼算 怎樣 力矩就是力B乘以力 L等於R plus F 單位用的是牛頓公尺 課本上跟你寫 力矩是力乘以力B 是錯的 是錯的 你說老師不是一樣嗎 A乘B要等於B乘A 對你國中生是一樣 到高中就不一樣了 這叫做向量的外積 向量的外積 你A乘B跟B乘A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你一開始就背對 一開始就背對 不要到這邊再改 力B乘以力 L等於R plus F R plus F 力矩是力B乘以力 好 反正很簡單 力B放進去 力放進去 答案就出來了 這裡的題目 大部分力量不會是問題 很多題目裡面力量多大不是問題 是力B有問題 力B是多少 那到底什麼叫力B啊 力B就是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支點就是轉動的時候不會動的那一點 叫做走位的支點 力線就是力的作用線 支點就是轉軸 轉動時不動的那一點 力線就是力的作用線 叫做力線 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好 我們舉例 這樣的施力 這叫做支點 這個叫做力線 所以支點到力線的距離是哪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這就是力幣 這就是我的力幣 OK 那如果 我這樣施力呢 這個叫做支點 這個叫做力線 這個叫做力幣 所以剛才講說 如果你離支點越遠 那就是越容易轉動 因為你的力幣就越大 所以你的力矩就會越大 OK 如果這樣施力呢 就是那裡外面在外面支點 支點 力線 然後呢 垂直距離 好 好 第一 根據算數學所學的 直角三角形斜邊一定最長 所以這個力幣會怎樣 變小 所以剛才講過 垂直的時候最大 垂直的時候 垂直的時候力幣最大 斜斜的力幣就會變小 斜斜的力幣就會變小 OK 然後呢 所以就變小 第二個 解決這種問題其實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動這個力幣 像這樣 第二個是動的力 把那力改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去算垂直分力也可以 答案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力幣跟力幣是怎樣 互相垂直就對了 OK 看你怎麼分解都OK 那如果這樣呢 沒有 支點 力線 距離人 沒有 力幣多少 零 零 零 也就是說 你的施力 如果穿過支點的話 力幣是多少 零 原來有沒有力舉 沒有 沒有 就不會轉動 有一些題目就是考這個 因為我的力 施力 有通過 我的力線有通過支點 所以我的力幣是零 所以我沒有力舉 所以呢 我不會轉動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想法 OK 力幣跟力舉的關係 就是這樣子 來 這要做垂直的時候 最大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是通過的時候變成什麼 零 斜斜的時候呢 對呀 就會 改變 會變小 會變小 那你越垂直就怎樣 越大 角度的關係 但是因為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三小函數 所以只知道大小就好 不用算它多少 然後算的時候 現在要求它一定要垂直就可以了 這就是 我們的計算的方式 最後是要告訴你 力舉也是向量 可是它的方向國中不討論 因為我們沒有交向量的內積外積 所以我們沒有不討論它 我們只告訴它是順時鐘 或者是 力時鐘 這樣子 會順時鐘轉 我就叫它叫做 順時鐘 力舉 我這樣子 它會力時鐘轉 叫它 力時鐘 力舉 所以我們國中就把它分作 順時鐘力舉 或者是 力時鐘力舉 看它怎麼轉 就是什麼力舉 讓它順時鐘轉 就叫做順時鐘力舉 讓它力時鐘轉 就叫做 力時鐘力舉 OK 那剛剛跟你講過 算力舉 一般的情況的重點是 你要找到誰 力幣 確定你的力幣有多大 然後力幣乘以力 重點 你的力幣跟力之間要怎麼樣 互相垂直 要互相垂直才能夠用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力舉的部分 OK